台湾男星高以祥12月27日在宁波录制综艺节目《追我八十》意外猝死,终年35岁 高以祥的遗体运回台北之后,他的家人在台北第一殡仪馆为他摄灵 12月4日,高以祥的头期刚过,高以祥的素人朋友在社交平台上转达了高妈妈的希望 称高妈妈指高以祥的灵魂还在飘荡,请求大家为他祷告 这位素人朋友写道,高妈妈称,这意的灵魂还在飘荡 因为放心不下家人朋友和所有现在为他悲伤的人 高妈妈希望儿子知道大家都很OK,他可以放心去天堂 同时高妈妈也希望大家可以坚强,把这些乐观积极的祝福和留言为高以祥祷告 另外,高以祥的妈妈在儿子去世之后,曾请多名法师为儿子送经 在高以祥的遗体被运返台北之时,法师也有钱去接机 高妈妈相信儿子的灵魂在回家时,会因为看到大家都在为他离世悲伤而舍不得离开 魔方全媒综合报道